自2011年引入以来 FE终于要告别DRS这个东西了 那现在有DRS的情况下 厂商还是经常开火车 这下没了该怎么超车呢 以及这新整出来的X模式Z模式怎么这么复杂 那我们就一起来捋一下 其实早在两年前 FIE就发布了新的动力技术规则 但只有和现在亮相的气动 以及底盘规则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能大概看到2026新规的大致全貌 那这里先问问大家 觉得目前的DRS系统怎么样呢 咱们在这里用弹幕来投一个票 26新规 首先车辆目标减重30千克 轴距车宽都有缩减 这些都是为了让赛车更加的灵巧 能够有更多超车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主动气动 将会是怎么玩的 由于大幅度减少了单圈可以使用的能量 以及砍掉了MGU-H 意味着26年之后 F1会像F1一样 变得极其的能量受限 哪哪都得省着点用 于是乎赛车的气动配置 在新规设计下将会有两个模式 Z模式和X模式 Z模式就是正常模式 所有的翼面全部闭合 有着最高的下压力 同时也是最高的阻力 用于所有的弯道上 那在特定的直线上 就像现在的DRS一样 车手将能够可以去打开 尾翼以及前翼 是的 之后的话 前翼也能够跟着一起动了 来去降低阻力 这个就是X模式 而且注意 这个X模式和前车后车没关系 不论是自己跑 还是跟车 还是在零跑 在规定的区域内 理论上每一圈都能够打开 那所有人每圈都能减阻 这不就更不好超车了嘛 就像现在的DRS火车一样 那这个就是变化的点 现在规则的一件超车 也就是DRS 是通过降低阻力 来补偿后车 由于脏气流的劣势 而二楼新规也有一件超车 但是靠着增大允许输出功率 和增加允许回收能量 来给后车补偿 也是我认为最大的亮点之一 二楼新规下 在赛车的动力上 也会有两个模式 常规模式 和代引号的进攻模式 官方叫做Manual Override Mode MOM 那就叫妈模式嘛 和现在DRS不一样的点 就是在于这个妈模式 将不再是仅限于规定赛段上 而是在赛道上的任何位置 都可以使用更高的功率 是不是有点乱 这个Z模式 X模式 还有妈模式 都啥关系 我在这做了一个表格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新规下赛车 一共有两种气动模式 X和Z模式 为了直线减速 是为了所有人来去节省能量 所以所有人每一圈都能用 给出的两种动力模式 常规和妈模式 是为了辅助后车进行超车 所以这个妈模式 才是现在DRS辅助超车系统的替代者 新规下 长得像DRS的这个X模式 已经和辅助超车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这块我也是发现到 妈模式和常规模式的电机输出曲线 和两年前的最初版本 有一点小的变化 从290到337.5kph的速度区间 启用妈模式的赛车 将能够获得大量动力上的优势 来去辅助超车 但是这更多的混动系统输出 多余的能量怎么来呢 答案就是 正常一圈 只允许回收8.5Mbps 处于妈模式下的赛车 允许一圈回收9Mbps 多了0.5Mbps 哎呀 就是一通说下来 这个具体的规则设计 给我的直观感觉 就是非常的人为以及刻意 而且解释起来就非常的废嘴和麻烦 对吧 这视频都这么长了 DRS的话就是后车距离前车一秒 有能够减组的权限 非常简单 而妈模式为什么能够超车呢 是因为为了节省能量 所有的车在高速下 都有着电机输出功率限制 但是打开妈模式的话 你的限制会少一点点 限制介入的起始速度更高一些 也有机会单圈回收更多的能量来去用 真的是绕嘴 但至少有一点不错的 就是妈模式能够解决现在DRS超车的无聊特性 现在的DRS超车 所有超车位置 几乎都是DRS直线尾端的刹车点 只是拼一个碗刹车 很容易没有太多看点 几乎就是规则去鼓励车手 不要在弯道中冒风险 等有DRS载动手 和观众们希望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的 而新规的好处呢 就是把一件超车可以使用的位置 去分散在了整个赛道上 任由车手来去使用 这样一是能够让我们看到 车手有更多的能够参与到能量的使用和调配 而不是像现在的 选一个模式之后 几乎就全靠电脑了 二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现在DRS火车的情况 因为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来去使用这个妈模式 那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够开启妈模式 能开启多久 是距离前车一秒 是怎么检测 怎么玩比谁更晚到检测前的游戏 不知道 还得等体育规则 那哪些路段能够开启X模式 不知道 还是要得等体育规则 我其实是有点期待 像Superformula那样 有一个总的高功率时长 然后每次车手自己选择用多少 再加个冷却时间 或者像DRS一开始的规则 不限制减阻系统的使用位置 你要是胆子大的话 X模式过二楼格湾或者130R都行 这样的话更有看点 但确实风险实在太大了 目前来看 气动模式的使用位置 为了安全起见 还会是定死的 可玩性只在电击功率上体现 那大家觉得这个妈模式应该怎么样设计 来去增加场上竞争的激烈性呢 咱们可以把答案扣在公屏上 但这就是为什么说 现在出来的二楼新规御览 我们看到的依然还只是个半成品 因为有很多很多依赖于体育规则的点 规则里很多地方都是写着 参照规则XXX留白 更多技术规则的详细内容 比如说这个半屏半曲的底板是怎么规定的 如何进一步的去规避外洗气流 还要等月底详细的技术规则发布才能看到 因为现在的信息看起来确实有很多 可能出问题的点 比如开启妈模式和普通模式的输出差距起点 都固定在了290kph 这是否会因为赛道的特性不同 而影响妈模式的强弱 就像现在的DRS 容易要不是太强要么就是太弱 同时比赛中本身潜意就非常容易损坏 那到时候加上主动启动 意味着这里要是出现了一面打不开 或者一面关不上 或者这种既打不开也关不上的叠加态 怎么办呢 有更多的可动机械部件更复杂的系统 一定会有更大出问题的概率 这完全不动的潜意 都有车队造不好呢 如果主动部件出了问题 气动中心大幅移动 非常的容易失控 相当危险 2018年艾里克森在蒙扎的吓人事故 就是因为在进入制动区的时候 唯一DRS一面没有及时关上所导致的 这也是车队们在担忧的点 就目前来讲 给我的感觉就是26新规 嗯 非常的拧板 说是为了增加绿色节能环保 但却把最先进的MGUH给看了 热效率不曾反降 这一大套复杂的各种模式 其实本质上呢 都是在给不够用的能量来去搭布定 有一种F1 FIA动力制造商和车队们 各种不同的需求多方妥协 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技术规则也就是这样了 就只能期待体育规则 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吧 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来一个点赞投币 三连转发 指示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